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開箱的是這個 小米米家豬的液晶小黑板 我這是13.5吋 那它有10吋跟13.5吋 那你們看看喔 那打開的時候就是很簡單一個 小黑板 然後跟一支 還有一個說明書這樣子 很簡單 那那個設計呢就是 我們老體呢 在上面畫畫的時候呢 它就會有痕跡 那麼按的時候就可以把它消除掉 那這個地方也可以把筆吸住的地方 還蠻不錯的喔 這個尺寸非常的薄 而且很輕 這個非常輕 那它上面就只有一個 消除的按鍵 這邊一個鎖定 鎖定鈕 那再來就是一個 使用一個水銀電子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抽下來呢 它是用一個2025的鈕扣電子 那這個 據說很省電 它可能就大概 一年左右 好幾個月只要換一次電子 那這個小米小黑板其實 用途也蠻廣的喔 我們可以 假如做生意的話 可以在這邊 像黑板一樣在這邊塗壓 那像小朋友的話 就是說 為了讓它不要一直在玩平板的話 我們可以拿這個讓它玩 可以塗壓喔 那我請我的女兒來 塗壓喔 現在我請我女兒來示範一下畫畫喔 嗯 畫好了嗎 畫好了 它這個就是顯示出來的螢幕是這樣子喔 那它就是不會消掉喔 那妳要消掉的話就是按下去 哇 這消掉了喔 嗯 那這個的話 可以做很多塗壓的遊戲 那我們現在 可以來跟我女兒來玩 圈插遊戲 好誰先開始 我 好妳開始 畫圈 畫一個圈 它我畫插在這裡 這用筆的 塑膠的地方去 畫就可以畫出來了 圈 轉插 轉插 好這一局 沒輸沒贏 好 那按掉 按一次 一看就完全消除了喔 沒輸沒贏 沒輸沒贏 哇妳好厲害喔 嗯 那這個很薄很輕喔 嗯 那如果說怕霧消除的話 我們可以把它鎖定起來 這時候呢 它就不會消除了 那這個 如果做生意的話 可以拿這個來當護稿 感覺很方便對不對 嗯 再來把消除解除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個小黑板經過我們體驗之後呢 我覺得 使用起來感覺還不錯喔 那這個 畫的時候這個手感還蠻有像黑板喔 那它這個有一個敏感的呢 抑壓的技術 用力畫的時候呢 會比較明顯 輕輕畫的時候 它就比較淡 這個呢 在大陸地區發售的話 10吋呢 是49塊人民幣 大概是我們台幣220塊 那我這個是99塊 13.5吋的 那左右台幣大概是430塊左右 其實價錢並不高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使用小物 推薦給大家 謝謝各位